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到计划时速为500公里的预定目标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能进一步收集相关数据 更好的完善相关技术 通过实验 该公司已经顺利获得列车在时速为600公里时 收到的空气阻力等相关数据 预计将对相关项目的进一步推进会产生不小帮助 据了解 日本次悬浮中央新干线全长286公里 列车最高时速为500公里 东京品川致明古屋区间计划于2027年开通 鉴于列车在试跑中未发现问题 该公司认为运营所要求的安全性和耐久性得到了确认 东海新干线的距离为545公里 以现金的最高时速 从东京到大阪最快需要花2小时22分左右 假设时速能达到600公里 则全线所需时间仅为54分钟 不得不说 小日本在科技上的成就还真是不可小觑啊 看完这个视频 又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